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个西瓜今天是定植了 那么谈到西瓜这块 无土栽培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那么对于西瓜来讲 无土栽培主要就是做好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EC值 第二个就是PH值 这两个是我们随时要监控的 那么EC值就是机制 它的一个导电率 我们通称为它的盐分 那么西瓜一般在苗期 EC值我们建议 就是在1.5到1.8之间 那么到西瓜生曼期的时候 EC值可以调到1.8到2之间 那么到藤瓜期的时候 一般的需肥量也是最大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EC值呢 可以达到这个2.5到2.8之间 那么到后期采瓜前的这个10天左右 那么这个EC值呢 又要给它降到1.8到2.0之间 因为后期咱们也要考虑 西瓜的一个口感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EC值 那么PH值呢 一般就是6到6.5的是最好的 如果说小于的6就是严重偏酸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青阳化纳去调一下 如果说大于了6.5 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些醋酸的柠檬酸 或者是硝酸去给它往下去调一调 这个呢是西瓜呢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那么无土栽培需要注意的两个大块 明镜需要注意 感谢观看